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高龄86岁的左星老妇罹患失智症,总会趁戏外出趴趴走而迷路,被警察送回家,这次他竟然惊险站在马路正中央,拿住饭碗说要找儿女,其实他家就在300公尺外的大楼,令人闻之鼻酸。 高雄市左营分局博外四路派出所警员杨宗翰及林念宇,于本月21日下午近一点获报,指老妇站在左营区大中路与华夏路口正中央,已经长达10分钟,惊险半分,劝他到路边遭拒,远景迅速赶到现场,先安抚他到路边,再护送到临近店家骑楼。 老妇自称住在附近,却说不出正确地址,也不知家人的电话号码,虽然携带身份证,但户籍地址远在屏东县,远景一面深入查询住家地址,一面拍下老妇的照片,放茶临近大楼,花了约半个小时过滤三栋大楼,终于找到认识他的管理员,再通知家人带回。 原来老妇跟女儿,女婿同住,他们上班期间,大楼管理员会协助监看老妇行踪,不让他离开大楼,但老妇仍会趁机外出。 警方提醒民众,务必让长辈佩戴有地址及电话号码的爱心手链,或将地址及电话号码绣在衣服,以立远景在最短时间联系家人。